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甲子甲序物子兴有 这一个人他说 我最近这几年过得真的很惨 几乎快过不下去了 我这个八字到底未来 能不能让他翻身赚几百万 这个假如来问我的话 我一定顺势再踹他一脚 几百万 赚几百万可能没有 负债几百万有可能 其实他这一种是单纯的一种问命的方式 在批命的法则里面 通常只要碰到这一种的 我们是不批的 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就是单纯的想要知道 我未来生肖会怎么样 我婚姻会怎么样 等下 说真的有谁会批的出来 批的出来才有鬼 因为相同八字不同命 相同八字不同命 所以说除了八字相同以外 还有空间跟能力 这两个他也是在互相的影响 你没有这些来配合 是没有用的 是没有用的 我们来看看 其实他这个八字就是标准的日主受克 你看到 有没有看到 就这么简单 他就是一个标准的日主受克 然后你看地支 这是他的财 两财瞬间全部都没有了 两财瞬间就全部都没有了 所以说在这一种情况下 日主受克兼破财的一个情况下 他会过得很好 想也是倒不可能 所以说八字已经先跟他讲 你的运势已经不好了 假如你再不努力 不去培养你的能力 不去改善你的空间 那就更加重 他会更加重 你不要想说等时间到了你会翻身 等时间就是等死 我先跟各位讲 我非常讨厌人家等时间 我非常讨厌人家等时间 因为假如要等到我能够发大富大贵的时候 我要等到五六十岁了 各位我五六十岁 现在才几岁 五六十岁 我在当中都不用努力了 我早就二十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一种八字 他的运势已经很差了 这时候他就该怎么办 还在那边想说 他能不能未来会赚大钱 先保命再讲 就是这么简单 该怎么去保命 这个八字 他的火有没有效 完全没有效 也就是说这个八字不能够用印 他的一个用神已经不见了 他唯一能够用的是笔节而已 他唯一能用的就是笔节而已 我们来看 所以说他用笔节或者食伤也可以 但是食伤基本上他有的时候会怎样 甲木压不过的时候会怎样 反而更凶 会更凶 所以我们一般用笔节去扛 人际关系 他要去注重的就是人际关系 他要善于表现自己 他要善于表现自己 人际关系表现自己 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才能够认起这两个煞 他才可以认起这两个煞 那地支本身就已经破财的一个情况下 就先不要讲会不会赚钱 而是说先如何处理最严重的第一把他处理下来 当可以扛煞 他就可以靠着工作这部分去逐渐 逐渐的把他的财运拉起来 所以说这两个煞是好事也是坏事 好事是什么 他就是官煞 就是代表一个人的工作运 坏事是什么 他来克你 当你扛不起来的时候 他就是什么 官司麻烦来找你 所以说他是非常两极的 所以在这一种两极的一种情况下 他的硬又不能用 贬心意和丁火没屁用 所以说在这一种情况下的话 他就只有笔节 所以说他要从人际关系去下手 他要把他自己表现出来 笔节就是我自己 我要表现出来 勇于承担事实 不是去对抗 是我可以承受这一个东西 不是动不动跟人家吵架 不是 是我勇于承担责任 所以说人际关系 把自己表现出来 勇于承担 表现热情 这个对这个八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非常非常好的 那破财本来就已经破了 先把这边处理掉 下面他才有机会变好 不然的话你只单单处理破财 财身关更克 那就怎样 你越追求财运 你就越死的越难看 那我赚的越多钱 就怎样 负债越多 有的人是这样子 一个月2万 赚到一个月十几万 结果他的坑就只有越来越大 没有缩小过 所以说他赚越多钱 反而越死 这个八字就有这一个现象 所以说他的用神 很摆明的就跟你讲 强生为主 所以说你会发现到 他有的时候 为什么他假如说以身弱 用硬为什么就没有用 真的就是没有用 这进不去就是进不去 所以说身强生弱 有的时候你批得很高兴 可是实际上他就没办法用 他就是没有办法用 所以说这个八字整体运程来讲 就是以彼节为重 以彼节为重 就是我刚刚讲的 善于表达自己 勇于承担责任 勇于承担责任 热情 人际关系要处理好 这样子他的八字 就会一步一步的往上走 这样子他就可以认得起官杀 官认得起来 那时候再来讲财运 不然的 你直接讲财运 那个是会很不好的 所以说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次留言再见 拜拜